在去年哪個新款搭定是搭得最多的 答案你們一定猜不到 就是大圍的拍奧裝三期 最主要原因是自機有問題需要重建 發展商用了一個賠償方案 給予買了樓的人士 當時買家求人 抽中入行榜的功夫 突然多了一百萬 對 還要在一個客人市容許你搭定 賺多一百萬 很威脅 這支歌在今年未必會發生 根據香港一手條例的網上的數據顯示 上年是搭了348宗 股佔不算特別多 因為上年賣了差不多一萬多宗 基本上賣樓的人都頗利益 為何會出現三百多宗搭定 最主要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很常見 就是衝動消費 很多人買新樓通常就入票抽籤 去到選樓那天 很多人在同一個位置 你會感受到氣氛非常之踴躍 每個人都真心恐後 希望抽到前仇 加上旁邊的Agent 簡單說一說 嵌一嵌 很快你去到選樓板面前 你會很衝動地放進去 那就選樓了 整個樓程很順暢 拿完合約 拜拜 那就入了事了 一夠訓写 那就出了事了 因為冷靜下來的你 可能會很後患 買錯東西 買貴東西 不用輸得更多 唯有忍痛他訂 這個教訓 告訴我們買東西之前 真的認真想清楚 第二個原因 就是看淡後市 簽了臨時合約 或者是簽了正式合約的那堆人 周期在向下 有機會它會越跌越深 它會想一下 有機會被發展商沒收的訂金 是多少 對比它將來預測的樓市會跌多少 兩個衡量一下 兩者取其輕 選擇一個選擇有機會是最小的 當它覺得樓價會跌得再深一點 甚至是深過它已經會選手的訂金 它就有機會開訂了 但是在這裏我都要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簽了正式買賣合約去開訂 是有個法律風險的 即是發展商將來將你搭訂的單位賣第二次 而賣出來的價錢是 比你之前買入的那口價 發展商有權去追溯中間的差價 因為它賣便宜了400萬 它就向你追溯了400萬 這是一個潛在的法律責任 所以搭訂之前 要找個律師問清楚 不要覺得樓價跌你就一定要搭 有時搭下去 除了選手的訂金 中間的潛在差價的損失 有機會令你無法返身 發展商追不追 不知道 有人說發展商未必會追你 這件事不妙 第三個原因是挺不幸的 就是失去預算 即是它想買的 它都是沒有生撻的 但它沒有能力去計算 只能買到100萬 它無緣無故買多了120萬 那20萬它真金白銀 就給不到出來 就有撻了它 再按揭的時候遇到阻滯 例如銀行不批給它的高乘數按揭 或者找不到一些擔保人 或者它本身有些債務 令它過不了壓力測試 種種千奇八怪的問題 會在做按揭當中出現 所以在買樓之前 你可以找一個資深的代理人 或者資深專做按揭的銀行職員 去問清楚這個收入 買不買得起這個樓價 這個真的很重要 即是買樓之前 你一定要做工房 這樣會更加省工夫 網上Google 你也可以找回資料去看 在我角度 專業的工作 交給專業的人做 是最節省時間的 還有真的可以減少麻煩 減少損失 你們覺得呢 今天的節目是這麼多 我是路易星 我們下期再見 Bye